新美市社会局因应高龄化社会来临 以及北海岸四区长者的综合需求 我由台大医院金山分院主办完美人生我做主 北海岸四区巡回讲座正式展开 活动将持续进行到9月为止 内容涵盖医护人员营养师的专题分享 也有法律与医学专业领域的讲师授课 帮助长辈规划出晚年生命美好蓝图 我们这个完美人生的这个系列讲座 是在北海岸四区从金山这个地方开始 那预计在六月会在万里 那这个八月会在三支 那九月会到十门 整个四区做一个巡回的系列的讲座 那主要是针对高龄的长辈 做了一系列课程的规划 包括营养然后复健运动 还有在这个医疗照护 有关这个医疗照护资商 怎么样规划自己未来的一些医疗照护 甚至是善终方面的一些准备 还有进一步的呢 我们今年还有针对这个法律的部分呢 针对高龄长者有设计这个 主要是希望他们在自己的财务啊 各方面的法律上面的知识 能够有一个增长 讲座的现场分享给长者健康养生的 运动和饮食方式 让长辈了解生活法律及财务规划 透过讲座让长辈乐龄学习 得到心灵支持 更进一步的了解临终医疗的议题 甚至像现在很多这个诈骗的事件 那怎么样能够保护自己 然后做好这个被预防诈骗 像这样子的主题呢 都会是今年在课程里面的一些规划 那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鼓励长者能够多多出来 然后接受一些新的知识 那也能够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然后能够好好的规划自己的人生 然后达到这个乐活善生 台大医院金山分院关心长者大小事 希望讲座能带给北海岸四驱的长辈 老而安老而好的完美生活 加上讲座的内容 不只涵盖健康饮食 身体律动 法律防护 更包含预约善终的议题 希望透过分享 让长辈了解 预立医疗照护资商的生命观点 指教品函 金山采访报道